再来看到的是中华职邦统一师队 昨天晚上终于拿下了终止24年下半季的季冠军了 而且呢还将以年度胜率第一之姿 要来挑战今年的总冠军赛了 对那据昨天晚上的制胜功臣也就是高志刚 他强调呢下半季之所以能够一路追赶上来 都是因为整个球队的积极态度 撒下橘色的彩带 中华职邦24年下半季季冠军出炉了 同一师全队冲上投手球兴奋的庆祝 不过这场对熊丽翔的比赛 势军赢得可不轻松 自去上半敲出两分打点安打的制胜功臣高志刚 认为关键就在积极的态度 积极攻击嘛 然后也没有说设定啦 就是差不多的球我就想要回棒 把球送到外野去 也没有想说会打到安打 但是就是先想办法打一分回来 那刚好可能落点又刚好 不错这样子所以两分回来 8月3号才代理总教练的陈连红 赛后特别感谢球员和球迷的力挺 球员他们没有放弃啦 他们本身的能力就很强 就是还有球迷他们也不放弃 一直鼓励我们到场给我们掌声 除了打击有好表现 二类手林志祥手背上也充分展现 永不放弃的精神 开心啊 真的很开心啊 当校是人接就接啦 然后人帮助球队的话 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功劳 然后人接到的话 是对球队的一些失分的话 顺利逢望之后 球场上庆祝当然不能少 只是喷香槟已经不够看 市场创意十足 有球员表演倒立香槟玉 还有队友拿着啤酒 往张泰山头上淋 陈俊辉想在泰山头上动土 要帮他进行生法仪式 竟然大胆拿起拖鞋 往老大哥的头上磨下去 虽然下半季即将结束 但统一还不得闲 除了要备战26号开始 和一大犀牛的总冠军赛 11月还有亚洲职棒大赛 等着他们 有点TV 吴嘉佑这位人 台北报道